新铺设好的人行道走起来相当的舒适 但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坑洞 里面好几块破碎水泥 拿起来用手扭一扭 没想到中间的钢筋硬生断裂 中正公园往大佛禅室的人行道 最近才刚刚完工 新铺上的地砖和水沟看起来相当的稳固 不过却被城堡民众一脚踩破 脚底还差一点被钢筋刺伤 城险的话有跟我反映 他就是说早上乘运的时候 经过我们中正公园大佛禅院新做的步道 然后一踩踩空 然后导致我们步道的砖块竟然整个就裂掉了 脚也差点因为陷进去而受伤 厚达三公分的水泥漬的水勾盖 一脚怎么就会踩破 市议员韩世玉实体的勘察 也发现水泥包覆的钢筋太细 结构很有问题 危险的这个我们的砖块 那疑似可能是水泥太多 那变成说呢 它的钢筋可能太少 那所以呢 有陷落的状态 希望说市政府的话 赶快 公园科赶快做一个安全的威力 或者交通锥放在这边 避免晚上十分万一夜间的时候比较昏暗 那行人不小心会陷落 因为这边早上下午晚上运动 或者是游客都非常的多 所以呢要特别的注意跟小心 有看到会注意啦 但是有时候跑步的话 这边有很多人运动嘛 对 可能跑步的话会没有注意到这样 对此都发出解释 曾经有民众把车辆开上人行道上拧压 造成水沟盖回顺 承包商在更换时 疑似养护时间不足 导致水泥再次破裂 去工厂那边定制之后 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达 这混凝土应该达到的强度 那厂商因为在这方面知识比较不足 他就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强度的情况下 他就拿去现场再去安装 所以因为时间上太急迫 然后他又去安装 那导致这个混凝土的强度 还没有达到使用的强度 所以民众在那个经过的时候去采到 就又破掉 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就是 我们有加强那个厂商的在 混凝土材料这方面的观念 那有跟他们讲说 混凝土在关制之后要等到7天以后 它才会达到这个 我们所需要的使用的强度 那已经有跟常常讲过这个观念 那他们后续在这个维修部分会再加强 杜发处强调新设的人行道 绝对不是豆腐渣工程 目前已经要求承包商改善部分缺失 确保民众行走安全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导